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者读往生论 往生论里面也讲极乐有无量的功德 那前几天教的都是教你观一尊阿弥陀佛 今天注意听 很重要很重要 今天观想的是要观想你往生的时候有西方三圣 所以请看幻灯片 极乐净土有无量功德 归纳的话可分为三类 第一个叫佛的功德 当然是指阿弥陀佛 万德庄严 第二个功德是叫眷属的功德 就是有一佛 二菩萨或莲池海会的眷属 当然你也可以观灵中二十五位菩萨来接引你 但对某些人来讲会比较复杂 所以今天教观西方三圣 第三类是观净土的功德 净土的功德就包含着极乐世界的七宝石 八功德水 灵花化身 种种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个也可以 但是这样你常常去思维 以及你的心很宁静的时候比较容易观想 所以今天教观西方三圣 昨天教十方佛观都是以佛为主 现在看幻灯片 一佛二菩萨 不但是这个世界也是一佛二菩萨 比方说这个世界释迦摩尼佛 它有文书跟普贤 所以称为华言三圣 乃至于要师佛国土 要师佛旁边有日光骗照菩萨 月光骗照菩萨 一佛二菩萨代表什么呢 佛是无上的果 菩萨是六度的因 那在无量的六度因里面大概归于两类 比如说代表慈悲或智慧 大部分是这样分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佛二菩萨 所以现在看到的是在新加坡非常流行的 我做过市场调查 这张排行榜第一名 然后这个是站着的 西方三圣 为什么 比较现代一点 more modern more fashionable 对不对 然后呢 又是彩色的 所以会你觉得比较亲切 可以 没关系 最终要你升起对佛的功德 下面一张 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这是西方三圣 是禅定像 这是按观无量受佛经而画的 我比较喜欢这一张 当然有人会觉得这个比较复杂 又是宝盖 又是这么多珍珠 又这么多人 我比较复杂 没关系 那你可以观前面的一张 没问题 待会我们先练习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一张好了 因为你们会生欢喜心 而我个人呢 我观的时候是观这一张 因为这个是按照光无量受佛经 佛经亲自画的 好 还有一张是看藏传佛教 藏传传佛教也观西方三圣 就是一佛二菩萨 中间是阿弥陀佛红色的 我说按照西藏的五部里面的西边莲花布 红色 注意阿弥陀佛的右手边才是观世音菩萨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看到图片站着的左手边才是观世音菩萨 这是密教跟我们显教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是按照仪轨化的 它说阿弥陀佛的右手边又有大悲观世音 左有大世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像上是左边 但事实上是阿弥陀佛的右边 注意阿弥陀佛它是拿着一个波 波里面有长寿甘露 这是化身佛 报生佛的话它是拿长寿宝瓶不一样 所以阿弥陀佛的右手边是站着的四臂白色观世音 所以我们一般念观世音菩萨 有写二臂也有四臂没有关系 然后阿弥陀佛的左手边是站立的 大世智菩萨是蓝色的 所以你注意看西藏佛教里面 它是用红色白色跟蓝色代表它的 头顶喉咙间跟心间有三个种子字 加起来就是红白蓝 这是西藏文化的特色 所以跟我们有一点点不太相同 所以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前面也有莲花化身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观一佛二菩萨 好 那我们先请腰紧直 坐好 肩膀放轻松 好 注意听观想的方法 观西方三圣我想对很多人可能比较容易 但注意听我现在要你这样观 待会我敲一声引擎的时候 你先观想一个人顶礼西方三圣 接下来呢 你就观想无量无边 整个念佛堂 观济社念佛堂 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坐在大宝莲花里 顶礼西方三圣 这个有差别 先是你一个人对西方圣顶礼 第二个先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 对西方三圣顶礼 然后你就观想在西方三圣上 你喜欢放着阿弥陀佛也可以 有时候你要想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有时候想大势之菩萨都可以 但是就是心放在这三尊上 不要跑掉 跑掉的话再眼睛眨一眨再看回来 然后这样子观想 然后待会念佛的时候请你拿念珠 就观想一刹那之间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一起念阿弥陀佛 都一起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注意听我在教你的时候 有时候教是一个对西方三圣顶礼 有时候一个变成无量无边 这就是华言经的一即是一切 一切即是一 好 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先观想 把心静下来 好 你观想 你的 额头前方就有一层楼 或两层楼或三层楼 这么高的万德庄严的西方三圣 他拿着莲花对你微笑 就像太阳一样 心安住在西方三圣上 好 在这边要补充说明 有一两位脸有问我说 师父你这次教大家 嘴巴不要动 用心理念 他的功德是不是比出声音大 答案是一样大 念万德庄严的符号 只要你心里念 那一定都有一样的广大功德 但是我会教你闭嘴巴 而是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出声音念 念习惯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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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你的心是乱乱跑的 所以你念佛的神 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念头的 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故意叫你 嘴巴不要动 用心念 这样的力量是训练你的念力 当然假如你这样的训练念力 你一样还是可以出声音的 比如说你去打佛期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心里念 嘴巴出声音 意念观想阿弥陀佛 明天我就会教 所以你念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出声音的 但是出声音的时候 一个是听声音 或者你的心 也可以观想在佛号上 比方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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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有功德的 我这样念的时候 注意听 我声音也听得很清楚 我意念观想也很清楚 那这样的话呢 最重要是在你的念力 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都很散乱 他要透过很多方法来训练 的确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按照楞严经的耳根源通章来讲 声音是最敏锐的 没有错 但是我看到 以及观察 我也反省 很多的脸友呢 是念佛 可是他的心是到处跑的 所以我才要教你 闭着嘴巴 不要动嘴唇念 但是当你训练的习惯的时候 你习惯出声音的话 也可以 你就像我刚才这样 叫自念自听 叫金刚念 你不一定念得很大声 但是有些场合也不太适合出声音 为什么 你上班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念佛的时候 你可以心里念 没有人干涉你 你坐公车的时候呢 可能呢 你也可以念佛 你特别听无聊的老板 在开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好很好 开完会了 你也没有浪费时间 还有呢 进厕所的时候 也不方便出声音 因为厕所要排便的时候 因为呢 以中音的角度来讲 你是不可以出声的 出声会伤气 所以你要默念 有时候在寝室里面呢 你老婆已经睡觉了 你还念佛 她会讲 吵死了 你可不可以让我睡觉啊 对不对 所以有些场合 是不太适合出声的 但不出声 但并不代表 你不能念佛 念佛是从心而念的 这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的 好 现在请翻开讲义79页 讲真实的心皈依 昨天因为时间呢 比较充促 事实上这一段 我还没有讲完 讲义79页 佛教徒举行 正式皈依的时候 都会念自皈依佛 永不皈依外道天魔 自皈依法 永不皈依外道典籍 自皈依身 永不皈依外道邪众 对不对 这个我想各位皈依的时候 你都念过这个文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了 很多人都起来问我 师父啊 我皈依了 我皈依了对不对 我还可以不可以继续拜 大白公啊 怎么办呢 好 来考试一下 你认为可以继续拜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皈依了就皈依了 应该是皈依佛法身 最好不要拜的 请举手 第三个 你觉得拜跟不拜 都OK啦 通通拜吧 请举手 好 第四个 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对啊 我问你一定有道理啊 好 注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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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跟你讲 是不用拜的 所以不用拜的原因是 你皈依了佛 佛法身 严格说 你是不可以拜其他的 外教天神的 严格说 否则你就没有 三规一的戒体 但是讲真话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 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有很多人有问我说 师父啊 我可不可以拜那个 王爷啊 娘娘太子啊 我要拜大白公 这个公 那个公 这个公 那我就说 好吧 那你就拜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呢 你会不高兴 那真实注意听 开始思维一下 我们在听经 如理思维 请问 假如你 拜了佛 你就不拜 大白公 大白公会恨你吗 答案是不会的 他如果恨你的话 表示他很不慈悲啊 他反过来啊 会恭敬你 哎呀 天天拜我这个人啊 现在变正式的佛弟子了 我非常的高兴啊 可是问题呢 你没有兼顾的佛法基础的话 你现在叫你不拜 接下来下个礼拜生病 下个礼拜导会了 没工作了 下个礼拜发生车祸 然后你就会乱乱听乱乱想 哦 你看我就是没有拜大白公 所以大白公惩罚我 请问大白公真的会惩罚你吗 不会的 真正跟你讲真话 对不起 我到新加坡2003 今年2009 有一年我没有来 所以我等了五年啊 今天我才敢讲真话 所以以前呢 讲的都是方便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不欢喜 换句话说 你刚才讲的生病 或是呢 生意不好 或发生车祸 他们没有连在一起的 因为讲 They are not connected 他不是说 你不拜大白公是因 然后就生病是缘 发生车祸就是果 那我问你 这样谁敢拜佛啊 你拜佛法生的时候 天龙八部都会合掌你 你现在是一个菩提心啊 佛弟子啊 你现在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 大白公会给你 会觉得很骄傲的 他也会随喜你的 你以为大白公修得这么差啊 他是具有大悲心的天神啊 就像地势天 大饭天一样 天龙八部啊 他是不会嫉妒你的 他反而会恭敬你 这个人了不起哦 现在在人间 这么苦 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将来他会去极乐世界 先成佛啊 我跟你讲 大白公可能还要巴结你一下下 这是真话 所以你要得到完整清净的皈依戒体啊 是不可以关于外道天魔的 因为你如果拜了外道天魔 将来你会有障碍 不是像你们新拉脯想的 很多人想 管他的佛教道教 一贯到四面神 都摆啊 不要差一个 反正没差啦 差很多 因为你真正的皈依佛 为什么天龙八部会护持你呢 因为你有三皈依的戒体 皈依法 永不可以皈依外道剪辑 所以其他外道的书就送给别人吧 佛卿浩瀚如海啊 你读都读不完了 你哪有时间要读外道的经典呢 皈依身 永不皈依 外道协重 讲白一点 就不可以去看三世因果 不可以去做档依 这是跟你讲真话 因为你只要心一动了的时候呢 天龙八部他就走了 他想反正这个人呢 都认为呢 一个呢算命的师父啊 比阿弥陀佛有用 哎呀我们这个二十五位菩萨 护持的挺辛苦的 走吧走吧 放生了就走了 这是跟你讲真话的 除非你忏悔 忏悔知道说啊我错了 忏了毁了以后什么 要重新再受一次三归一 你才会有三归一的戒底 这是跟你讲真话的 我必须是法师 我必须如理如法而说 若不如理如法而说 将来我是会堕地狱的 因为我欺骗了你 第二个 当然我也会鼓励你 我也会方便说 可是你要知道 你真正要得到 三归一的戒体 你是一个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啊 我跟你讲 连第四天 第四天王 玉皇大帝 看到你 他也会护念你 但是他也会恭敬你 因为你是释迦摩尼佛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何况假如你发了 广大的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的功德 可以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何况你发愿 将来还要去极乐世界 哎呀你真的太不了不起了 你将来会绝对成佛的 所以请看下面的经文 真实的皈依 七十九页第四行 不是只是嘴巴里讲讲而已 当境界来的时候 要观看你的自心 是不是真实的皈依佛法 身三宝 那你现在又有个问题 师父我听你了你的经 声音变了 我以为突然换人讲经了 对不起 那你会说 师父我听了你的经很欢喜 那我现在被攻怎么办呢 你自己决定 你想拜 那也没有欢喜吧 那你就希望说 他也来学佛 那你如果不想拜 其实你也可以送走 不会有什么事 真的 所以 听好 我没有说 欣宏是反对 人家拜 我没有 我是要叫你 回来做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就是按照这个经典去做 所以 你要拜 也可以 举一个例子好了 在高僧传里面也有写 若一个佛弟子 比如说 到了 一个出家人 他到了 比如说 道教 或一贯道的地方 那他要不要顶礼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像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到了寺庙 这个地方是 供佛法身三宝的话 我一定会顶礼 因为我是佛的弟子 佛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一定顶礼 但是我若是到了一贯道 或是其他的地方 对不对 除非 他有供观世音菩萨 那我会顶礼观世音菩萨 其他的呢 我只会合掌 问训 然后我心中怎么念呢 注意听 为愿尊神 你护国为民 也希望你发菩提心 归一三宝 好好念佛 将来你也求生极乐净土 这是对出家人可以这么说 那在家居士呢 你起码是合掌 你可以不用顶礼 但你要恭敬心 你也可以烧香 没有错 但是你不用顶礼三拜 因为你是佛弟子 注意听 这不是骄傲 而是你有你的戒体 所以在高僧传里面说 出家人若到了道教或一贯道的地方 他们也有佛性 可是你是出家的身保 所以你不用顶礼 但是你可以合掌 就念刚才讲 为愿尊神 你继续护国为民 保卫国家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也希望你归一三宝 发心念佛 将来求生极乐世界 你也会成佛 所以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政治证件 这个不是骄傲 也不能说执着 不要乱乱解释 这是你对自己归一的 佛法身三宝 有兼顾不动的心 接下来再看 幻灯片 不论在病重的时候 或业力的时候 或魔障现前的时候 你都能够做到 置身死于度外 真正相信 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 当然佛的力量 一定大过于大犯天王 跟一切天龙八部的鬼神 当然讲到旧境处的圣异地 没有错 在密勒日八正道歌里面 有讲佛与魔是不二的 有位脸友说 师父可不可以请你在讲经的时候 唱密勒日八正道歌 对不起 我没有时间 因为这个不属于这个讲经的主题 你虽然提醒很好 很抱歉 我没有时间做 在密勒日八正道歌里面 就跟你讲 佛跟魔都是空性的 所以先不要讲那么深 因为你大家现在的境界 还没那么高 暂时没有什么受用的 你要心里想 当你在断气的时候 当生死于 置之于度外 内外一切的境界 你都能舍 家人也能舍 财产也能舍 什么东西都能舍 连我这个身体都舍的时候 我只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有神通 而且佛有临终皆隐愿 佛一定也不会接错时间 我就念佛等着极乐世界现前 在那一刹那之间 因为一念之间 你具足了清净的信愿形 恭喜你 极乐世界呢 就在你面前就现前了 你就听到天月明空 异乡满世 莲齿海会的佛菩萨 就放光加持你 那就恭喜你 你终于往生极乐净土了 那你会问我 师父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一 我昨天讲深入经葬 二 精进实修 所以每一次讲经结束的时候 我都会放这张片 为什么 就是一刹那之间 你看极乐净土就现前了 它就像云端一样 云一打开的时候 太阳光你就看到了 就在你的眼前 不要怀疑 还有注意听 临终的时候 见佛的时候 不要有怀疑 不要一看的时候 哎哟 这怎么跟我拜的平常那个不太一样啊 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很好 假如说你现在看到的阿弥陀佛 你供的是金色的 结果它显现的却是 比如说一张白色 比方说静宗学会 这个白色的佛像 没有关系 注意听 阿弥陀佛呢 是关于过去 现在 未来 哪一个种子比较强 所以它显现那张图像 它来度你的 所以灵命中时 你只要见到佛的佛像 以及佛的这个功德呢 你不要怀疑 你就可以跟着走了 你不要说 哎呀 平常新红是教的吗 我们供哪一尊 就会献哪一尊 没有错 那灵命中的时候 哎 奇怪 不是我这一尊 那到底要不要去 赶快去啦 佛像是空性的 对不起 今天声音有点怪怪的 所以 佛像是透明的 佛一定是放光的时候 是看你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种子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 或许你平常观的是这一张 灵命中看到的时候 哎 却不是这一张 跟着去 因为能够见到 佛的功德跟佛的像啊 你的心呢 就已经到了极乐净土了 这一点我是要说明清楚的 所以往生极乐净土啊 你应该发愿 就是呢 等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再看下面 七十九页 第十四行 观照力的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从昨天到现在 听了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以后 你应该碰到任何境界的时候 常常都观照 这是阿弥陀佛所变化来的 这观照的力量 很重要 因为它会常常训练你的心 在碰到境界的时候 就不会迷失在外境里 或是自己的 我直妄想跟虚妄分别当中 假如你一直都在外境里面 好跟不好 在打转的话 其实那是错的 你们不是念了金刚经吗 凡所有像都是虚妄啊 可是为什么你平常念金刚经 来庙里面念金的时候 你看到境界的时候 都还是真的呢 因为你错把它当真嘛 事实上它是虚妄的 因为境界是虚妄的 所以境界的法 也是无量无边 会千变万化的 所以你怎么呢 在外境当中 一直打转 一直打转 你就无法超越轮回当中的范围 接下来看一念之差 真正学佛的人差别在哪里呢 注意看 碰到境界的时候 他不要去管界境界的好跟不好 反过来 所以叫内观禅 是要内观 观自己的内头 观自己的内心的变化 能清楚地观照自己的心念 你才会抓到净化修行的关键 你才能够从心地法门去用功 佛者生生世世呢 你很难出轮回 为什么 你都在境界里分别 这个好 那个坏 这个长 那个短 那个男 这个女 其实你认为你看对了 其实你通通都看错了 为什么呢 你有更高的智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看的东西都是错的 所以 学佛的人最大差别 要反过来 看你自己的念头 观照你自己的内心 所以真正念佛的人 希望大家要真真实实 听了四十八大院 继续要深入经论 你才会发起 清净的菩提心 我前几天比喻过 很多老菩萨念佛 都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 这样我是很担心你 因为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你少一个翅膀 你是飞不到极乐世界去的 这是比喻说 就像车轮一样 摩托车 它有两个轮子 你少一个轮子的话 你在路上呢 走路的时候 开车是会很坑坏 而且会跌倒的 没错 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 可是你没有问你自己 发的是不是菩提心 有些人呢 上次说过 是逃避的心 怕苦的心 对不对 有些呢 是念阿弥陀佛 可以来呢 挡掉那些冤亲在主鬼 对不对 驱鬼的心 其实这些都不是菩提心 真正菩提心是要发起 我要度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而且帮助一切的众生 都震入无上的佛果 所以你应该 好好地深入经论 在这里 我也要鼓励 新加坡的人很难得 但如果有机会 欢迎你来台湾的话 你会看到台湾的 在家出家的联友 都非常地用功 深入经证 甚至有在家居士 受了菩萨戒 他也可以身作奖金 很多研讨班的佛学老师 也是很多在家跟出家的 真正常年深入经论的人 所以我在台湾 我也不敢轻视在家居士 有很多在家居士的功力 比我还深的 为什么 他也是多生多解修的 他也可以讲波耳经 甚至也可以讲楞严经 甚至还可以讲华严经 他也很认真修持的 所以新加坡的联友 除了你修复识会之外 你每天不是念吗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账 智慧如哈 你要中那个音啊 不是说唱一唱 你就会有智慧的 没那回事的 你要真正中那个音啊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一向专念 继续念 你这样子才能够把念佛了 真正的功夫呢 而能提升的 接下来看 那第一个下手处 做什么呢 要破除你的分别心 请画起来 平等心 破除你的分别心 就是要修平等心 所以 华严经的 普贤十大愿 第一愿叫什么 礼敬诸佛 如何破除分别心呢 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分别 外面的境界是好跟坏 善跟恶 是跟非 真跟假 那你现在不要这样想 你也许听了师父讲 会说 奇怪师父 为什么我们不要分别好坏呢 那不是呆呆的吗 不是 而是我们身身世世都认为 我很聪明 我很固执 你认为你自己看的都是对的 我上次不是问过你一个问题吗 请问这墓里是圆的还是方的 还是扁的 对不对 从这边看的人是圆的 从这边看的是扁的 圆的跟扁的 同时存在的 可是有些人很固执 师父 我就觉得了 你看从这边看的人 牧鱼就是圆的了 我转过来的时候呢 你就不讲话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现在叫你不要分别外面的好坏 不是说你白痴的 连去7-11买一个凉水呢 两块跟三块都分错 那真的是白痴哦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 我们就认为自己好跟坏呢 这强烈的 无始来的分别啊 跟我执啊 所以让你轮回了 现在呢 是要这样 不要去管外的境界 转过来 用外境 来转我自己的心 才会平等 这才是我要讲的重点 了解吗 不是说 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好 那我打抢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打抢那你就到地狱去 阿弥陀佛呢 极乐世界对不起 微风吹凤七宝杭术 我没有读到经文说 极乐世界有变出银行来的 也没有变出AMT的 所以不可以乱 TAM 对不起ATM 对不起表示我从来没用过 Sorry ATM 所以可见呢 所以可见 佛经是不可以乱乱解释 它有层次的 对初学 对中学 对生的来讲 对不对 对菩萨他当时讲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可是你讲了没有用的 你烦恼还是那么多 贪生是一大堆 晚上做梦呢 还去蹦恰恰 蹦恰恰 那你的念头你都不能控制 那就不要假假的骗人了 还是老实一点修识的 所以注意听 讲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是来转变你的念头 成就你的道业的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样你的心 就不会是老是责备别人 你呢 就会要求自己更多跟更深 慢慢慢慢你真的会做到 看八十页 印光大师所说的 只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只有我自己是凡夫 现在就要想一想 为什么印光大师 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 他开示的东西他要讲 为什么我们只看别人的好样子呢 因为你看别人坏样子的时候 是跟你的恶心相应 比如举个例子 你看到这个 哎呀你这个人很吃醋 其实你比他更为吃醋啊 对不对 他吃苹果醋 你可能吃葡萄醋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醋坛子你是比他多的 那你为什么都一直挑人家 看人家 你看都是看吃醋 因为你满脑子都是吃醋的心嘛 你满脑子都是呢 嫉妒的心 不看坏样子是说 你知道人家是坏的 但是不要执着 不要得理不饶人的 去一直攻击人家的缺点 没有成佛之前 包含我们自己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啊 有好也有坏啊 那你为什么都要去看坏样子呢 所以从心地法门的角度来讲 叫你先用跟好的跟善的相应 而不要跟恶念相应 可是光你跟好的跟善的相应 注意听还不够 还要加上念佛 念佛就把善念转成为敬念 敬念是因 才会往生敬佛国土是国 我再讲一遍 这很重要 不要讲看坏样子 是告诉你的心 不要跟恶念相应 我只看人家的好样子 那好念头还不够 要透过把它转为念佛 善念才会转成敬念 敬念是因 才会往生极乐净土 是净土 所以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一句万德庄严的佛号 有这么大的功德 假如你只有做善的话 你只做善 你不会去净土的 你将来回生天 所以接下来再看 看一切的人都是菩萨 只有我自己是凡夫 这是谦卑的心 假如你看一切人都不顺眼 只有看自己最顺眼 那小心你会变成阿修罗 你的我执 阿修罗虽然很有福报 但是是战神 他都认为自己很强 动不动都要欺负别人 所以你看一切人都不顺眼 只看你最顺眼的话 其实表示你我执最强 也很固执 固执跟我执的话 会进入阿修罗道 就算你来一天投胎做人 你也是脾气非常坏的 印光大师就是真实修到这样 真正的做到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所以昨天我就讲苏东坡的故事了 我就不用重复了 接下来看结论 总括来说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 对你所讨厌 称恨 不喜欢排斥的人事物 其实你应该想一想 也没什么好排斥的 你会碰到的人事物 都一定有过去的因缘果报 因为我们没有神通 我们没有羞耻 当你真的了解的时候 你反过来 你会对这些讨厌的人事物 升起感恩心跟惭愧的心 比如说人家骂你了 你真的很苦 你真的很想跟他顶嘴 可是你用这个逆境来念佛 慢慢的心里得定了 在当你念佛得到清静的时候 你还要感谢他 哎呀 感谢他来帮助我 所以因为他骂我 所以我发现我念佛的功夫 非常非常的进步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反过来感谢他 没有逆境的磨练 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功夫呢 所以渐渐的修持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这才是大乘佛法中 实践忍入波罗蜜的深意 不但忍 还要跟转变心念 跟空会结合 这个才叫波罗蜜 一般人只有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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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到最后就是火山爆发 众生是所以受苦 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呢 请把它画下 一 我直很深 二 见解不够正确也圆满 有些联友 我劝他 我劝他 去做很多 在讲经理我劝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你觉得你A跟B没有缘 然后你就劝买东西给他吃 也有来联友跟我顶嘴 师父我买给他 他就是不吃啊 我说你这个真的很固执 你比他还固执 我叫你买东西给他 其实是你起真心 去解决你跟他的恶缘嘛 我昨天不是讲我一个很惭愧的例子吗 我还被比丘尼欺负了一年呢 整整一年呢 那也是我的恶业啊 很抱歉啊 我讲了很多丑陋的例子 来鼓励你 对不对 假如你因为这个故事 而提到很大的启发的话 那我跟那位比丘尼的故事呢 丑陋的经验呢 就会生起无量的功德 对不对 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 他有改变的方法 不是说 哦 师父来 我念哪一部经念哪个咒 不 我通通不教你 因为看你现在就很固执啊 你从来没有生起慈悲的心 去关怀你旁边的人啊 念佛念经不是没有效 有 但是这一生你还要种心的缘 所以希望各位人 不要变成铁公鸡 不要太ticky 台语说很固执啊 我执很深的人 这是很难动的 很难度的 很难改的 第二个 见解不够正确与圆满 有些人的正解是不太正确的 不符合佛经所说的 第二 有些的正解 虽然是引佛不同的经 但佛讲无量的经 也有了意跟不了意 所以有些的见解是圆满 有些是不圆满的 所以就很容易被无量节的烦恼 跟恶习带着走 所以因此 学佛的人应该多多谦卑一点 在这个世界里面 难言福提呢 有横河杀树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在修行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修 也不要认为你自己修得太好 因为谦卑一点 听听别人 真正从正法的角度 给你真诚的建议 所以你要改你的个性 改你固执的习气 改你错误的见解 改你贪嗔痴的烦恼 不然你怎么出轮回呢 嘴巴念念个佛 当然很好 但都是结缘 所以真的告诉你 念佛的人啊 不是一试修的 都是多生多节修的 修到哪一试呢 你考到六十分的时候 就恭喜你 连词海会 连花化身 那可见呢 在座呢 包含着我跟各位 都是五十九分被荡掉的 那你现在就问 我哪一个地方被荡掉 有人是贪心重 贪财色名十岁 有人是男女的欲望很强 有人呢 是贪名 有人贪力 你只要多一根啊 你都会轮回很多的痛苦的 有人是称心很重 动不动就发脾气 礼命中的时候 别人帮他助念 他还是起了称心 就堕入了舌道 畜生道了 结果呢 就后悔了 后悔了以后 他又念到观世音菩萨 就要一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放光加持他 他又来投胎了 就来生呢 继续在发脾气 有人是鱼吃心 鱼吃心就是不分因果 然后就跟别人跑 然后就做错事了 所以你要想贪嗔吃慢疑 有人是很骄傲 有人是动不动呢 就毁谤正法 很怀疑 所以这些一定都是呢 让你轮回的因 那你应该好好地反省自己 你一定会知道你自己啊 多生多节呢 每一次考试都哪里考书了 对 你自己知道 这个呢 你不用问别人 你也不用来会课问我 你一定自己知道 好 这个终于呢 讲座呢 到这里也是告一个段落 所以讲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好 接下来我们把握时间 请继续看 翻开讲义第十二页 接下来我要讲 元宏道 也就是苏东坡 从唐朝转世到明朝 写了西方和论 在元宏道的西方和论 这本书里面呢 的第九 修持门 也就是一百零五页到一百一十七页 他就讲了修持的方法 这本书请各位可以上网 email给商业经社的干部 我会有学生来寄给你 请你也大慈大悲民众生 不要呢 都什么东西都要要求 师父啊 你帮我做这个 师父你帮我带这个 师父你帮我带那个 我每次行李都是操纵 被罚钱的 对 你好好的 寄email或传真到商业经社 我们会免费的呢 有十方的供养游资 会亲自寄到新加坡供养你的 不然我怕呢 你叫了我 结果我忙 我答应了 最后呢 你就会说 师父打忘义 你也生烦恼 你也生称心 这样是不好的二元 所以希望你直接email 或是传真到商业经社呢 我们会有学生干部会寄书给你 好 请看 看幻灯片 在这个修时门里面 分时 注意听 我会讲重点 我真的没办法一个一个字再讲 我想我要一个一个字再讲的话 那宽基堂的这个 所有的干部又要请假一个礼拜 那听完可能就没工作了 他们呢 很真心的护法 所以我讲快一点 讲重点就好 将来呢 我会讲西方和论 会全部一个一个字讲 然后上网 所以你稍安勿躁 请看 第一个叫进雾门 真实参就 如法了悟 第一个 你要真实的参就 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殊胜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愿力这么大 为什么我念佛可以往生 而且还可以待业往生 好 我在这里补一句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不过我回答 多年前呢 净土中华人有一个辩论 请问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待业往生 还是消业往生 还是只待旧业 不待新业 很多很多的辩论 我也看到 答案我告诉你 绝对是待业往生的 假如消了业 那你还去极乐世界干嘛 动动脑筋 消了事业的话 你当下就是净土了 你就登出地欢喜地菩萨 那你去极乐世界干嘛 所以 消业往生是不对的 绝对是待业往生 因为待业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莲花 就是待业的深浅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呢 是无量无边的品味 绝对是待业往生的 待你从过去无量节 一直到今生 而你而往生的 不然阿弥陀佛干嘛 创极乐世界呢 但注意听 注意听 不能说OK 既然可以待业往生 太好了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去造业 礼拜六礼拜天 再来拜大悲 禅跟念佛 对不对 待业往生嘛 阿弥陀佛发愿意借过我的 不是 这个叫侥幸的胡说 也不是说 只带旧业 不带新业 因为过去跟现在未来 像山上留下的河流一样 念头是连续不断的 对不对 山上的水流到山下 再流到你的面前 再流到大海 你很难分说 我切了这个刀子 这个叫做 以前的河流 切这个刀子 叫未来的河流 其实过去 现在未来 都是同个河流 一个念头的 讲 带旧业 而不带新业 这是方便说 是说 你还没有学佛之前 你造了很多恶业 那你现在不要造业 所以旧的业 你可以带 答案跟你讲 旧的业 还要忏悔 才能往生 请看 第十三页 甲午 敬灿门 为什么极乐净土 要忏悔 过去的业 还是要忏悔的 你若不忏悔的话 它临终 这样的小草一样 变成发芽的话 那它还是会 障碍你往生的 了解吗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 你有忏悔的心 我常常用两个比喻 做的忏悔的功德 一灯能破千年暗 比如说 我们现在宽敬念佛堂 听说没有经我奖经之前 这个奖堂也曾经很暗暗过 对不对 没有用 那现在我点了一盏灯 一盏灯一点的时候 虽然这个灯很少 整个宽敬念佛堂的奖堂 没有用的黑暗 它就消除了 它就开始展成光了 对不对 用这个暗代表我们 无量节造的恶业 假如你生起了菩提心 生起了忏悔心 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样 的确你的开始 整个房间会有光明了 可是这个光明刚开始 蜡烛可能很小 你继续点 就像明天我们要点灯一样 整个佛堂会全部都是灯 所以灯代表你嘛 菩提心的功德 跟忏悔心的功德 所以过去的夜 听好要忏悔 你不忏悔 它也会障碍你往生的 那现在呢 现在你听了闻佛法以后呢 你慢慢调伏自己 远离恶友 远离恶缘 有时候你还是会造恶业 慢慢来 慢慢来 不是昨天听经 今天休息 明天就往生 最后天就成佛 没这么快 释迦牟尼佛还要三大阿僧奇节 跟无量无边阿僧奇节 所以可见我们的生命 是无量无边节的 很多都连有都会问我 师父我为什么这么精进的 还能这么多的灾难阿 我跟他说 你认为你很用功 你现在认为用功就算十几年阿 跟无量节轮回来比阿 才是几秒钟而已嘞 你造的恶业还是像冰山一样这么大 虽然你也发了菩提心 颤除了 有太阳光了 太阳光一照的时候 你看 冰山它就开始融化 比如说举个例子 夏天新加坡很烧 很热的时候呢 你拿出热水来 你觉得太热你什么 拿冰块 冰块一融化的时候 它还是融化了 所以用这个辟喻是说 太阳的光可以融化冰山 可是冰山 纵使它真的在融化 流出了冰水 雪水 下雪的雪水 可是整个冰 还是很大块的 所以了解佛法要知道 它有它的道理的 所以你要对佛法 深深信心 你没有对佛法 深信心去的话 一个障碍来就把你打倒了 你就退晚心了 你也不想作为佛教徒 然后呢 你也不想修行了 甚至你觉得 以前修行很痛苦 东西白费的 给料 不会 甚至它转成外道了 其实这些都是 比较不了解佛法的人 很可惜 很可惜 对不对 那爷爷们会跟我说 师父 我很认真的念了 普贤新编品 我怎么业力还这么重啊 你知道吗 你过去造的这个业 比普贤新缘品的 那个金本还多啊 你现在才念一本啊 你造的恶业啊 像普贤新缘品这样 像虚空一样 若有十项的话 进虚空变法节 都装不下你的恶业啊 但是好处是什么 还好 恶业没有石跳 所以它可以像冰山 一个融化 它可以像一灯 能破千年的黑暗 所以 注意听 往生的极乐净土 绝对是代业往生的 但是过去的业 要真诚的忏悔 未来新的业 要警惕自己 不要再造 至少 你要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 这样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 哪有没有说 这边边修行 这边边造业 这边边享受 那边边念经 那边边拜佛 编造恶业 这样还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的 你去了极乐世界 你都会很丢脸 阿弥陀佛说 你以前都是做鸡人仔啊 你要跑来跑去 我都看到你啊 是不是呢 所以 鼓励大家 恶念升起的时候 不要怕 要真诚的忏悔 因为我们是凡夫 一定会有贪真知的恶念 不论在家出家 你再怎么用功 都会有恶念 但是真诚的忏悔 因为忏悔 让你的心得清净而庄严 当你善念升起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所以第一个叫 静悟门真实参就 如法地了悟 极乐净土的道理 甲二 静性门 就是要相信极乐世界 待会会引大制度论讲的 性根具足 第三 静观门 这就是我这次 讲经的时候 教各位的 要观想 观想是很重要的 它有十种观法 第四个 静念门 就是要一心一意的 一向专念 这个待会会讲 第五个 要静灿门 可见往生净土的人 没有一个不拜佛 不拜灿 诵经 跟念咒而去的 所以 要忏悔自己的 过去 现在 未来的恶业 再看 第六个 静怨门 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发过去广大的怨心 待会会引大制度论的经文而说 再翻过来 十四页 二十一行 静戒门 往生极乐的世界的众生 也要修静业三福 其中有一个 受持三规 具足众戒 不犯 为疑 所以 持戒跟念佛 两个都很重要 持戒跟念佛 两个都很重要 你没有戒的话呢 就会像茶杯一样 你上面 拼命地修 你也做功德 你也做超度 你也捐钱 做慈善 可是你不守戒的话 那等于这个茶杯 下面打几个洞 通通功德都溜光了 所以持戒 是很重要的 你戒持得越好 你念佛的功夫 会越深 因为念佛的功夫 越好 然后呢 你的戒体 也就会越坚固 所以第七 叫境界门 第八 境楚门 境楚门 就是告诉你要 远离十种 障碍你修行 环境的不好处所 第九个 境旅门 就要选择 十类 你可以 清静的 好的 同餐道友 同餐道友里面 每一个人因为 业与烦恼的 显现不同 所以有些 怜友很好 有些怜友 不太好 所以你要有选择 这不是分别 而是要有智慧 去选择 第十 假十 不定门 就是 心中 受持下面 十个任何 一个方法 你只要具足 信愿心 你都可以去西方 极乐世界的 好 现在看 假一 禁物门 请看 以一 能 物能了知 即会 横禁 不舍禁锢 注意听 真正了悟到 惠土的当下 它的本质 就是清静的禁土 但是因为了解这样 也不可以说 好 既然当下就是 心静则主静 我昨天也说过 前天也说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好 那我就不用去 极乐世界了 听好 这叫做 执理而废视 执着理论 而忽略了真实的羞耻 我再讲一遍 这叫执理而废视 净土法门 它的般若波罗蜜 是很深的 今天我会讲一点点 我会用水晶 做比喻给各位听 待会 就是说 极乐净土跟会土 其实 它是没有差别的 会土 它的本质 也是心静的 可是你不能因为 听到这样的道理 就说 好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那我就不用去 极乐世界了 错 应当发愿 还是怨生彼国 你每天晚上 还是要发愿 有发愿跟没有发愿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讲 不舍禁锢 套一张幻灯片 补充一下 有脸友问我 说师父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净土跟会土的修行 有什么差别 很好 我现在就讲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有些人可能会说 哎呀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是在 人间成佛的吗 你干嘛去极乐世界呢 当下呢 就要生生世世在 会土修行啊 这个才叫菩萨行 答案是说 讲对一半 不太对 不全对 请先看 先看我补充资料 在大制度论 以及大乘经论里面说 菩萨修行 有大概分四类 第一 先在会土修行 比如说会土 比如南瞻步周 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在这边修持 然后呢 将来呢 在净土成就佛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娑婆世界 修行 很苦啊 人生很苦啊 对不对 我觉得新加坡好像 这几天一天比一天热 对不对 很多人也感冒 突然下雨的时候呢 又生病啊 对不对 这个世界呢 这个全球暖化 真是很多很多的问题 气候也变了 什么东西都变 我常常流行说 这年头 热年啊 这年 头都变了 人心也变了 真的 那是众生的业 所以 在这个会土里面修行 那你要问你 你真的能够 二十四小时都分明吗 当然 佛经里也有写说 会土的修行 比净土修行功德大 没错 但是你要如何去理解 是说 我假如在会土里面 我这么苦 我还能够勇猛精进地 修界定会 当然 连净土的菩萨 都会赞叹你 因为呢 你在会土修行的功德 一日一夜 胜过于他方是一节的 的确